在福岡的酒店安頓好之後 又是巡礼的穩食時間 可能由於太興奮 我老婆的行為有點異常 我們現在要吃飯了 要吃拉麵 拉麵 對比起別虎 福岡的天氣比想像中冷得多 我老婆好像帶了聖誕樹上身 好冷喔 我還想想把這頂帽子也沒有 好像一個外資機魔人 好冷喔 我們從酒店所在地中洲出發 穿過福岡的紅燈區 然後沿著大馬路 當下來到位於天神區的 這間食豬骨拉麵出名的餐廳吃午飯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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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說 這間餐廳最近都已經在香港開了分店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都是自己去試一下 不過香港分店最不同的地方 是她在這間博多名店裡 竟然狗不打八地賣了雜房拉麵 吃午飯後 我老婆百無禁忌地來到拉麵店旁邊的這間藥房 買手信 不是藥房 我要買那些感冒藥 但沒有那種 但有個類似那種 解釋了她一段 給我看病症 怎樣醫 是一模一樣的 是一模一樣的 是成分有點不同 但她一直說日文 哈哈 那你也聽得懂 這麼厲害的 好厲害 走吧 走吧 有些研究超自然現象的朋友指出 外星人是透過腦電波來和人類溝通的 而這種溝通方法 今天正正在我老婆身上發生了 我和老婆去完藥房之後 沿著明智通走到武學公園 在這裡我們參觀了一個任何旅行團都不會帶你來看的名聲 紅爐館 聽說它是古時日本招待由唐朝來的史節和珍類的地方 極度最深歷史的我們 之所以選擇來這裡 原因是在於 第一 外面下大雨 第二 這裡免費入場 在紅爐館 我們見識到日本人古時的生活用品 就好像這一件 這條木棍絕對在魚翅的時候不可或缺 令我們深深地體會到古人的自殘傾向 離開了紅爐館之後 我們沿著武學公園 一直向前走 最後我們來到大豪公園 另一個福江人客和吞泡的聖地 大豪公園的賣點 是這個面積達到22萬平方米的人工湖 聽說還是以中國的西湖作為難本 不過它和西湖不同的是 它嚴禁西爐在這裡 小便 不對 應該是釣魚 正正由於這樣 與西湖相比 大豪公園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風味 接著我們來到福江塔 福江塔是一座234米高的建築物 而今天我們也打算做出一個挑戰人類忍受無聊極限的嘗試 就是竹本播放燈塔過程 從來做出一座 來個rea展戶 福江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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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位根本航部的座位都是 234米 我們是5次座位 溝通的座位是123米高的 頭和極限 十 intersection 夠好 好吃 太脆了 太脆了 在座位站上 高位置 只在今的高位置 藍坦白色的靈值 很恐怖 大概用了五十多秒 我们来到福岗塔的顶部 在福岗塔这里 可以360度地跳望到福岗市的景色 为了用尽我们今天的入场券 我和老婆在福岗塔逗留了超过40分钟 看着福岗市由黄昏去到夜晚 福岗塔也是偷情和把妹的胜地 这里到处都摆放着不同的道具和设施 让之前的游客就地取材 各取所需 以想象力提升战斗力 参观完福岗塔之后 我们坐电梯去回售票柱 不少得的 当然是为观光塔提分 好看吗? 你觉得这里 这里也挺漂亮的 比东京塔 这里漂亮的原因 是因为周围的圣诞灯色 已经将福岗塔变了 Frosted windowpaste 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Candles gleaming inside Painted candy canes on the tree Santa's on his way He's filled his sleigh with things 在离开了福岗塔之后 我们来到即盼的主要场馆 福岗巨蛋 找食物 由于连续吃了太多餐日本东西 说你都不相信 我们今天选择这间餐厅 来吃晚饭 今天我们再吃不到海苔 味淋 木鱼的味道 换来的反而是Nacho 水牛鸡翅 汉堡包 虽然我们不是美国人 但在连续吃了十多餐日本东西之后 这些食物竟然出奇地 让我们回到故乡的感觉 饱不饱? 好饱 你能吃不吃得下饮? 不吃不吃 我们去屋台再吃吧 好 虽然我老婆说她自己很饱 不过回头又很爽快地答应她吃宵夜 无论如何都好 我们由唐人丁 坐地铁 回到中州村段 即是酒店附近的地铁站 下车之后我们上地面 我们沿着博多河 慢慢地走回酒店 这条街出名的是夜晚宵夜的档摊 和街头表演 不过由于吃得太饱的缘故 我们没吃宵夜 反而直接回去酒店休息 顺便计划明天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